哈囉大家好我是BioFan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我們今天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團隊副本 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吉巴 對他真的是吉巴到一個過分 其實他主要是因為上次他增強了他的debuff的部分 我以為他只會增強一點點 沒有他增強的非常過分 首先其實他一樣就是有狂暴回合 這個我也覺得還有重點是那個SP 原本我記得好像只有少一點點而已 少20%之類的 現在一口氣給他少了60% 然後我們光第四階段都沒有辦法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以穩定的方式 因為就我目前看到的三道光 就我等一下會排了三個隊伍啦 感覺都是要拚命 用你的陽獸燃燒殆盡之後 才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 可以摸到滿分130分 那我自己體驗了一下 整個晚上都沒有辦法 那我等一下或許還會再開一波再來玩一下 那玩不過呢算了 反正就還是給他打一下 我目前為止覺得最有戲的 應該還是這個隊伍啦 原子核彈跟咱們的地震 但是用起來呢 因為這個隊伍算強 但是他的弱點就是錢 那這次錢又被砍到那麼爛掉 然後呢超轉 又沒有 狂暴又有一個狂暴獅王在那 我到底要怎麼打這個東西 我還是真的不太清楚啦 好啦 只不過呢這個隊伍在前面而言 也算是簡單沒有錯啦 但是如果前面有獅子的話呢 也基本上是絕對會被猴的 如果前面獅子多的話呢 我這邊也會變得有一點點尷尬 對雖然說他們沒有轉王 所以我只要前面有個高星原子的話 還算OK 但是只要獅子不斷的不斷的來猴你 那個難度也會蠻高的 當然啦 如果你今天運氣夠好 獅子夠少的話 其實這隊我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玩的整個晚上 你要不抓出獅子的機率實在是那麼低 獅子也就四分之一的機率而已 真心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把遊戲搞得那麼難 這次的第四階段就搞得跟以前的第五階段一樣 而且現在第五階段很像比第四階段還要來的簡單對不對 我就到拍片為止的這個時間點 我還沒有看到有人打到五千分 對這個隊伍真的他媽的太過分了 這到底是誰想出來的debuff 還是說這個才是這個遊戲要所要的結果呢 但是我總覺得這樣有一點點過分嘛 因為畢竟玩遊戲要的就是一種成就感嘛 結果這個難度難道了 你要成就感 就算打過的是很有成就感沒錯 但是會基本上都是運氣的部分 對我還感受不出來有哪個隊伍可以穩定的過這關啦 就目前為止而言 好啦那第五階段就再說 因為畢竟第四階段我們這邊還沒有人過 那第五階段那就是第五階段的問題了 只要能夠過啦分數就可以往上飆了 我們現在團隊分數好像三千多分啦 可是就已經是前十八名了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 只不過呢還是至少要四千分 那團隊的必才會是到最高才可以 所以不管怎麼樣呢 還是希望有人能夠把第四階段給他打掉 這段是講給我們P粉G有個人聽的 如果可以的話就加油一下 啊我也想盡辦法打打看啦 反正你打不到也可以打到九十分啦 你只要打四次的話也會有三百六十分啦 哈哈哈哈 畢竟啊 基本上我覺得在狂暴之前要倒是比較難的啦 狂暴之後要倒是非常正常的啦 好啦那我們這邊稍微放慢速度一下 看一下我們狂暴回合這邊是怎麼樣的 被打死的 好啦等一下呢 來了一隻獅子前面又有魔術師 兩個狂暴最可怕的王都在這裡了 轉王可能還沒有這麼可怕 你知道嗎 魔術師本身是因為他會坦的關係 打不死而且他補血又會補他媽的超級超級多 如果今天沒有原子在那邊穴的話呢 很有可能就這樣穴沒了 因為他補血補的有夠快 好啦剛剛獅子來吼了一下 結果呢他等一下又會再吼一次 我版面已經沒了 我剛剛眼睜睜看著 我的四星地震瞬間變成了一個二星 那我的地震震到這個魔術師 完完全全是沒有傷害的 然後呢我才打死了兩隻 我的錢就已經沒了 我這是要怎麼把這隻魔術師給他打死 我是看不出個所以然啦 好啦這怎麼辦呢 就只能被炸掉了 還能怎麼辦對不對 雖然說他的速度很慢很慢啦 但是又如何我根本沒有錢呢 如果這一關我的SP是無限的話 這個隊伍基本上是OK啦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個遊戲的BUFF 到底有什麼用你知道嗎 每次都給我攻擊力加速到底在幹什麼 還沒有因為一個BUFF是有關鍵的BUFF才能過的對不對 頂多有的就是全場死掉了 好啦剛剛那個隊伍我覺得應該是最有可能 他接著呢是也看過 欸對我是親眼看過有人截圖給我的 他用這個隊伍給他撵過去了 就是咱們的日月魔法而已 這到底是要怎麼撵 但是呢先不管怎麼樣啦 至少他前面會變得非常非常簡單啦 對只要你有高星日月的話基本上都OK 當然啦這個東西說的是基本歸基本 但是你的星數你的基本等級還是要高啦 像我是13月那我覺得基本 最少最少也要11月啦 如果你今天沒有11月的話 還是用前面那個隊伍或許會比較有機會一點點 但如果今天沒有11月的話 我建議還是把這些東西交給你們 團隊裡面有12月以上的來打會比較OK 好啦那像現在呢 我一開始就把我們的月亮跟太陽給他長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就可以輕鬆掛機了 也不用擔心前面的獅王 對啦如果這個隊伍也可以賭抽卡啦 我就只要賭到後面的10隻都不是獅子 其實就簡單了啦 對其實就簡單了啦 但那個難度有多高你知道嗎 那根本不可能你知道 哈哈哈哈 真的是不可能 如果有人賭出來的話那真的是陽獸耗盡 好啦那我們現在還剩下20隻 那我這邊是用加速的方式 因為畢竟打一次也要花到10分鐘 一個小時頂多也就只能打個6次左右 他花的時間也是蠻多啦 而且Sense會掉非常非常大 你的挫折感真的是超級超級高的 好啦現在到第4回 第4階段還有剩下的15隻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什麼都不用做啦 那我這邊會幫魔法組 因為也是因為讓我的星數趕快給他長起來 讓我的傷害給他最大化 怪物可以打掉的最好 只不過那要怎麼面對獅子 真的是要抽一直抽一直抽 抽到整場都沒有獅子的狀況 或許就可以輕鬆一點了 因為畢竟只要我星數夠高的話 我打魔術獅打中立王 應該也不會是問題啦 就算有狂暴的話 好啦接下來有獅子了 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我應該先把他叫出來才對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等獅子出來了 跟後面的魔術獅一起出來 而且後面還有兩隻魔術獅 雖然說我很想打死了一隻魔術獅 但是沒有任何的用處 對啦剛剛那隻獅子如果先叫出來 或許還有機會靠著魔法分解 再給他長上去長一波 好啦接下來呢 這個隊伍也是一個第三道光 不過後面這兩道光 我覺得真的是運氣成分超級超級重 可是硬要講的話 我會覺得守護的這一隊 可能會比太陽那隊還要再更香一點點 只不過這一隊的前面長成長會稍微麻煩一點點 相對的 相對的 而且如果前面沒有長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王爺衝進去 那就有點尷尬 那如果今天太陽的話 其實也一樣啦 反正就是一個是前期一個是大前期 大前期長好後面就沒事 好啦那我們今天長出了一個六星的守護 不過六星的守護還需要點上去才可以 沒有點上去的話傷害也是蠻慘的 好啦那我這邊還是靠著賭博啦 如果今天賭博沒有賭好的話 整場也是GG 所以說到底啦 這個界的玩法我覺得都是靠陽獸 今天陽獸不夠高這個隊伍 不管你今天用什麼隊伍 真的都打不上去 除非下面我希望有個留言出現一個奇蹟 就是這個隊伍可以很輕鬆的打 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我希望如果你有的話 可以把這個打案奉獻出來給大家一下 不然的話這個東西打下去Sense 真的是掉滿地你知道嗎 好啦我這邊看到的隊 大家也 我覺得也都是硬幹給他幹過去的 頂多啦用台... 台...不是台風 核彈的那個隊伍稍微的可以空前一下 或許有機會給他打上去 我們等一下會再嘗試看看啦 看有沒有機會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今天應該把他打完啊沒有的話就算了 有的話就... 就至少可以再更高名次嘛 至少可以4000分 這次真的太難了 到現在都沒有滿分 官方應該有意識到啦 前面太簡單 這一次難到一個爆炸 好啦現在是第四階段 還剩下最後的14隻 那我這邊呢可以主動的去放怪啦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必要去放怪 這個時候放出這三隻還不會出現超... 那個叫什麼叫... 狂化王 那這個獅子也不會...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應該先丟出來了 有了 這個時候就會了耶 哇好虧啊 然後這一波下去還可以 但是我現在只有一個4星 有一個6星了 可是我旁... 旁邊很像來不及 旁邊的月亮那些都給我卡在那邊 要點亮不點亮的 我也不能往那邊合成獅子 又來了 結束了 好啦 第四階段90分 反正如果這樣的話 我能夠打個4次 也有360分 也過300了啦 好啦 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有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這次的聖職真的是掉得非常非常的低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給我一個讚嗎 3 2 1 掰掰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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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